各位再弄一套啊 嗯 饭盒 一般情况下都是断轴啊 这回这个机器也是断轴 上下 所以说B盒和C盒却绝对得换 A盒的话是那什么 然后呢 哥们自己去定的这个 开始我以为是原砖的 我说也来一套 这一套竟然40 只能说 终归没人做吧 所以这就不说啥了 基本上就给他装一套 然后我找他也要了一套 是因为 那个哥们他有一个哥们也是想要一套去改 他那壳也是碎的 但是 到现在他不理我了 我也不知道是谁了 哎 不管那么多了那咱们就先装上看看试试感觉吧 说实在的我宁愿使原砖的壳 要不是这个东西断掉的情况下的话 我还是觉得原砖的好 行了没废话咱们就开干 仔细看了一下 不是国产不好 是因为有的时候做的这个复制出来中没有原砖好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啊 底下这是made in china 所以说 没法说国产不好 但是有的时候仿过仿的这个就差点意思 这是 原砖的 这个是仿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把它的这个损坏的部位 拿国产的进行替代 但是没有损坏的就是全部都使得原砖 这样的话 我可以懒点 行了 那咱们就 没那么多啊 就开始弄 当时原装机的话 它要贴上 但是现在要拆下的话 千万千万不要加热这个排线起 这个机器最起码五六年了 然后你再加热它 再一脆 上瓶就废了 所以没必要 切开就可以 然后正常的话就下瓶取下 然后继续取上瓶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手法 否则的话 机器没得贵 但是原砖呢 真的是很贵 还好上面小碎件一定要拆散开下来啊 有的时候拆的东西就是这样 就是你如果没经验 你就多弄黑一点慢慢观察观察 别上来就去拆 否则 后期你哭都来不及 现在这种老的机器 很难 找了 现在已经 比较少 虽然发行量挺大 但是现在好多人都不去收集它 哎 话不多说 机器去我拿双手拆了 正反是两颗肘啊 哎呀 这一颗 这种壳 差不多用上 这么长时间的话 有些壳都非常脆 我待会跟大家演示一下我前段时间收过的那台 其他的没这么可拆的啊 屏幕胶不需要拆 差不多这就是圆状的壳 一般都碎着 可以粘回啊 可以粘回啊 但是 效果没那么好 之前的时候我还想过我说做一下 补个金属件 给它装成 然后布件 上螺丝 然后直接给它做 后来没时间 就没去弄 哎 取这胶也是一样啊 取这胶时候 往下扎的时候 尽量是找一瓶边 扎下去以后往边取 然后撬得更大的力度 同这 然后往上起 可以下 拆一下原装瓶 为什么不用它这块瓶 是因为它这块瓶是个塑料的 原装的笔的效果要好得多 所以我保留了原装瓶 看到了吧 因为它没有多大磨损啊 略有进灰 但是肯定原装的效果要比 国产的那个好 国产的这个现在做瓶还是不行 什么时候能剥离它的身 好好做 什么时候咱们给它换上 其他就没什么了啊 基本上就装了 但是大家看在原先这个 为了给它取下来 就轻轻一败就已经碎了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的力道 跟抢个力块的 所以说 就是这样 其他就说了继续装 件都是原装件啊 这些仿的就不用了 这些仿的就不用了 实在是 不靠谱 还是原装的比较多是吧 好了各位 装完成 这个机器有点小尴尬 但也还行 那边能避开 两根黑线 屏上一个 黑线 屏下一个 咱们试个按键测试 功能都是OK的 好了 就这样 准备下期再见 稍等啊 我炫炫我的机器 哎 一年多了没清理吧 发现都不都卡了 咱只能说就这么地吧 咱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